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接受我命令而遵守的人 就是爱我的人 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把我自己显示给他 犹达斯不是那个医师加若人 去问他说 主,究竟为了什么 你要把你自己显示给我们 而不显示给世界呢 耶稣回答说 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 那不爱我的 就不遵守我的话 你们所听到的话 并不是我的 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 我还要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给你们讲论的这些事 但那互惠者 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派遣来的圣神 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 也要使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你们修飞了 那你冩刀 小氏 那你修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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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 也不错 你修飞了